如果今天这些人不是网军的话 你就柯文哲只会这样吗 记几个申戒吗 不会的 今天如果不是 他们有所谓KPI这种指标要求 业务上的要求的话 那我请问 这些人以柯文哲的个性 那种刻薄的个性 还混得下去吗 可是遇到的事情 它就是切割 每个都叫做个别行为 这个别的真的是 很久转的你知道 满汉全席都有了 它简直就是一个蟑螂窝 小市府 全部都有 你看横跨各局处 那我就觉得网军有个特色是什么 你知道吗 全部都在上班时间发文 是不是 这叫做什么你知道吗 刚刚预会姐拿出来 都是上班时间发文 那你怎么不在礼拜天发文 你怎么不在晚上凌晨发文 你为什么不是下班时间发文 对你为什么都上班时间 下班我要休息 不只是要休息 这关系到上班的绩效 KPI嘛 所以要跟总经理报告 就是report嘛 对不对 对啊 这个就是可能在业务范围啊 不然我请问你 你整天闲闲地挂在这个网上 整天在那边发文章 那是不是就是你的业务 然后那个我们节目之前 跟玉慧聊起来嘛 这道理说你那个网 为了怕有资安的 有资安 这有内网跟外网的差别 PTT是外网 因为怕骇客入侵嘛 所以我不可能让我的员工 特别是公家机关的员工 整天挂在网上 那样就会开放了很多的机会 让骇客有机会来入侵 所以一定会有内外网的一个差别 对而且大概是说 他说以过去在行政院 大概就15分钟 15分钟就要登出嘛 我就会被登出一次 就会被登出一次 被踢掉的意思 对对 那我问你 这些像那个有什么 勾引7090这个 love error是不是 这个请问一下 他可以这样一直扒 一直扒一直扒 你是不是有开权限 这个就是你的工作内容 对不对 然后你所有的人 我觉得最好笑的 阵风处主任 他叫做抓鬼 叫做鬼抓你知道吗 你怎么会这样子搞呢 那请问一下 为什么有这么多 所谓的个别行为 然后这些个别行为 雷同性是通通都是在上班时间 然后要不就是颂扬柯文哲 要不就打击 所有批评台北市政府的 打击对方 那我请问你 为什么行为这么雷同 为什么时间这么雷同 为什么模式这么雷同 因为有人下指导期 因为有总经理 是不是 因为要KPI 是不是 因为是这样算 你的工作绩效表现吗 所以柯文哲 我觉得最可耻的就是这样 他的就叫易勇军 就是个别行为 别人就叫1450 对不对 别人就臭不可闻 可是我请问一下 所有所有这件 台湾网路文化的败坏 网军在那边搞声量 带风向扭曲事实 然后甚至于你看 还这样子谩骂议员 制造寒蝉效应 请问是谁开始的 各位只要想一想 难道不是柯文哲吗 所以我最好讲一句话是说 柯文哲那个时候 他当年出来的时候 我们是第一代柯粉 我们也是第一代柯黑 我们都被霸凌过 那时候为什么大家支持他 他说什么 政治不难 找回良心而已 所以你那时候是柯粉 对 后来转成柯黑 政治呢 要怎样 就是要改变 政治文化开始 他把台湾的政治文化 改变成什么样子 堕落成什么样子 网军文化的堕落 始作俑者 不就是你柯文哲吗 不就是你柯文哲吗 给你柯文哲 你柯文哲 不是你柯文哲 你是柯文哲 你柯文哲